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万圣节的南瓜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把这两个角对折 把这个角往上折 大概三分之一 流出的这段大概等于这一段 压一下折痕展开 从这个点这里 把这个部分往里折 使这个边大概平行于这个边 压出折痕 再把它往外折 展开 把这一侧的折痕 对外侧这个折痕捏一下 眼里面这个折痕往里折 这个角往下弯曲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个角是弯曲的 翻过来 把这个角折 把这个角折上去 这个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展开 往下折 往下折 左右两侧往里折 把这个角折上去 把这个往下折 再把它往下折 再把它往上折 露出一个小角 露出的角 露出的这一段 大概等于这一段 再把它往下折 把两层纸分开 里面这层纸拉上去 按照折痕往下折 再往上折 中间的右侧一半 翻到左侧 把这个角往下折 对齐中间的直输线 再把它往上折 大概对齐这个边 展开 把它撑开一下 把这个角按照折痕 放着到外侧 然后把这个角 沿着线往里折 再把它往外折 上面角往下折 把这一半翻过来 然后另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翻到右侧以下 把这个往下折 再把它往上折 展开 按照折痕 翻到外侧 沿着这个斜线 把它往里折 再把它往上折 左右调整一下 最好是对称 把这个角折下来 这一半翻到左侧 然后这个角往里折 一小段 展开 把这里分开 按照折痕压进里面 这一侧也一样 往里折 一小段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压进里面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南瓜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王的学动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